智能衣物回收箱一丢入衣服 就能落成循环经济有效回收 2023台湾设计展 今年由新北市和经济部工业局共同举办 将在10月6号到22号登场 5号举办展前记者会 以新北圈起来为主题 现场很热闹 第一次在新北举办台湾设计展 我满羡慕的 有的县市已经办过两次了 总算签来圈去签到新北市来了 当然这当中其实大家都很努力 因为台湾设计展不是属于哪一个县市的 是属于台湾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说 新北市多元文化以及山海并存的环状城市 各区都有不同特色 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蕴 这回新北圈起来不止在三英地区展出 新北市29个行政区 捷运环状线也都有设计响应 更有129条路线 154场次的新北立赫文化行旅行动展区 那我们新北市还有城乡差距 就算是个城市 它也有城市的一个文化 那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不一样 21年来首次在新北举办 主展区以新北市美术馆为核心 接着延伸到英哥陶瓷博物馆 英哥国民运动中心 英哥区同庆市民活动中心等 还有规划新北捷运环状线当卫星展区 整个场子一共5大展区 14个主题展以及活动各变相都有融入 今年台湾设计展超过百位设计师一起圈起 新北设计力也让外界感受设计翻转的美丽 TVBS新闻 萧英强 新北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